哈喽 大家好 我是近景上海车展现场报道 带你们看一下GS8的旅行者 那这台车呢 就是GS8瞄准了这个细分的市场 就大家爱玩嘛 先比较爱出去越野 所以去推出了这么一个相当于GS8的一个越野版的一个版本 它是基于GS8去进行打造的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前脸啊 其实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你比如说这个非常粗壮的这种电镀的饰条 然后现在车标也没有了 变成这种JAC的这种字母的标识 再往下就是隔山 用上这种点阵式的隔山 整体呢 它现在整个车前头显得更加的厚重 更有这种越野的氛围 而且旁边看有三个小雾灯 这个亮起来之后也会非常的有辨识度 侧面呢 首先它的车身尺寸是有着变化的 车长是增加了130毫米 车高增加了26毫米 但是你说是它车本体发生变化了吗 其实并没有 因为它后面多出来一个后备箱 然后上面呢 多出来一个行李架 所以它整体的尺寸是有着这方面的变化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目前这台车是一个试装车 所以量产之后还是会有一点点小的调整 一个就是它的行李架 没有现在这么夸张了 会是变得比较实用一点的 然后低调一点的行李架 然后另外呢 就是这个 隐藏式的弹出的门把手 量产版本是不会保留的 是一个这种普通的比较实用一点的门把手 那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颜色 其实我刚才就被这个颜色所吸引了 它的灵感来源于珠峰 所以整体这个颜色 它并不是那种很亮面的颜色 它是那种有点哑光质感的白色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黑色的 还有绿色的 可以去进行选择 那还有一点就是侧面的这个包围 现在采用的是跟车身同色的一个包围 整体看起来更加的统一 更加的完整 轮毂用的是一个20寸的轮毂 然后我们看它这个轮胎呢 是用了一个米其林号月的轮胎 它其实不是一个越野胎 更加的是还是偏向于家用舒适静音这部分的 所以这台车的定位其实是让你偶尔能出去野一下 但是平常我们在城市当中家用去使用依然也是非常可以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尾部啊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A背上了一个小书包 它这个小书包呢 是整个跟这个车的尾部融合起来的 然后也是跟车身同色的一个设计 不过现在打不开啊 点这应该能打开 打开之后呢 里面你可以放一些洗车机啊 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小物件 洗车工具之类的 反正空间我觉得应该不大 就有点像那个赛博坦克300上背的那个小书包一样 车内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所以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眼 整体来说的话就是现在有两种内饰的配色 一个是黑色的一个配色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名字有点复杂 反正就是那种比较浅的米棕色的一个感觉 就看你喜欢哪一种了 反正都有的选 动力部分呢咱们可以参考一下GS8的动力信息啊 还是会有两个版本 前置前驱的和四驱的两个动力版本的车型 那其实这台车呢 它就相当于是从GS8 然后去做了一些越野化的一些外观的改装 然后去形成了这么一个旅行者的一个版本 那其实我觉得它的内核是并没有变的 但如果你比较喜欢出去玩 然后你比较喜欢越野的这种样子 然后觉得这个样子还挺小众的 挺拿样的那种感觉 那它还挺适合你的 感谢观看